大家好,我是爺爺 今天我们又来大棚了 因为昨天有朋友问我 就是这边的地栽苗 今天呢,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边的地栽小苗 然后顺便问一下棚主 他这个是怎么养的 为什么养的比我们在家 那个状态就好很多 我们现在去找棚主 我们现在去找棚主美女 哇,你看这边 好多那个巧克力方砖 你看,都是红红的这上面 都好漂亮 我觉得进层状态特别的好 然后还有这边的碧桃 哇,这一棵长得好大株 你看这碧桃 这碧桃居然这里 大家看一下 还有这个红边边 废话不多说,我们先去找棚主 棚主他们是怎么养的 哇,你们这边这个都直接扔在这里面的吗 对 对 所以比较不值钱 这个是啥呢 是马苦丝吗 嗯,马苦丝比较好繁殖 嗯 你们这个里面养的好好哦 你看你们这个地下的这个都长得好好哦 我感觉我们屋头有时候种的就像那种烟不辣西的 嗯 因为我们所有的棕子兔都是经过特别配置的 不是说随便挖的什么泥巴来都拿来用 因为多肉它越采于沙漠或者白沙漠地区 它的根细对兔兔的透气性要求非常高 所以说要特别配置土壤来种它才可以 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控水 就是要比较酷学地来种它 不能说一天就白白无事的一天还凉水 这里面是不是加了这个聚物面呢 没得 那我看到有点像那种 嗯,它里面是这个地在苗虫的话 因为它只对控水有一定的要求 我们没有想着它在地在苗虫上上色 所以说这个里头主要使用的是超甜成分 然后加了一些叶康培了一点点珍珠原 嗯 更不好的植物就像是扔仓位有问题一样 它就无法更好的气势水分营养之类的东西 那多肉还是要专门去培一下土 它那样的更好更精神 它需要很专业的种植物 这种不同种类的植物 不管是多肉 包括奶花还有其他的很多东西 它都会有不同的需求 对,可能是好多小木屋头就随便玩圆图呀 然后随便火的 所以说就达不到这种状态感觉 哇,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 哇,好多法师 上次在那边棚里面都没有看到 上次在那边棚里面都没有看到 哇,这边好多法师 这个是万圣节 你看,好多这种苗 好漂亮 这个小仔看得好舒服 这个是不是特别爱饱栽呀 万圣节是国中法师 但是相对来说群生满一点点 嗯 绿羊中宝栽特别小 这一棵棚主说是勺修 是一个四年的一个群生 你看长得好多 是一棵耶 哇,一棵长得好大哦 你们这个你看 全部都是浓土埋了一节节 我平时 除根除牙子好 然后才把它削出来 把它处理根 埋到土里头 怎么能方便它的根细 长得更好更生 这种啊 但是有时候我感觉 如果埋伸了的话 它就直接把那个牙 就埋到进去了呀 你不要埋得太深埋 基本上只是把它身上 丁的一个位置埋住 哦 所以大棚其实是厨房式管理 怎么去的话 就可以通一教税 然后通一的培养 你们就要一片一片叶子 你们哪个东西叫做精细化管理 没事